工人受轻伤 当局正是调查事件 有目击者用手机拍到 钓船在离地大约470米高空猛烈窑房 当时钓船载着两个清洁工人 多次撞向大厦外长玻璃 场面惊险 有玻璃被撞到碎裂 钓船里面两个工人之后获救受轻伤 而大厦外长玻璃碎裂之后 有碎片由高空跌下来 未有徒人受伤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位于浦东 楼高492米 地面以上有101层 事发在星期四早上 当时91楼餐厅里面 有20多个顾客在这里吃早餐 当局正是调查是由于 强风还是操作问题导致事故 大厦方面强调 如果风力达到4级以上 会即时停止高空工作 而天气预报显示 事发当日的风力只有2级 未有超出范围 不过有专家认为 可能由于承办商缺乏经验 忽略高空气流问题 说这个地面风力大概只有2、3级 对吧 那么 这种情况下 它肯定忽略了 这个就是高空气流 对这个操装机 或者机械设备的影响 当地有业内人士也认为 高空工作时最担心突然有震风 认为当局应该检讨高空工作安全标准 要求企业设实执行 无线电视机载